喂 您好 喂 您好 我是陆成的姐姐 我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下次有事你就随时找我 主要是我家里没人 我老公出差了 两个孩子要带 我爸又喝多了 在家睡着呢 我想找海东 海东也不在 我们是自己人 听陆成提过 你平时工作比较忙 但是工作再忙 家人为重 放心吧 快去陪孩子吧 那你自己应付得过来吗 我妈不是也一起来了吗 我要实在应付不过来 我也不会跟你客气的 行 那我给你留个电话 刚刚不就是你给我打的吗 我存了 看我这脑子糊里糊涂的 那我先走了 去吧 谢谢啊 客气 我想혼好 我的福音 优优独自然 我来 我去你 你我去�osa 我去你 我去他 你去你 你去哪儿 我去你 每个星期给你订好了 交快递给你送过来 不不不 不好 没关系的 以后就是一家人 他给你买点东西 也是应该的 小的有能力 咱们不知百不知 阿姨 那个您想吃点什么 给您点 医院有 医院便宜 别 别凑合啊 点 点你爱吃的 来 拿过来 你看看 在家里呀 小的经常点 我从来没点过 吃什么呢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菜息啊 辣的 我喜欢吃辣的 孩子他爸不爱吃辣的 所以家里呀 吃不到辣的 这 他不喜欢 你就不吃了 你怎么委屈自己成这样了 这婚结得不值啊 他不能迁就你 只可以你迁就他 你这是找老公还找儿子啊 那个 好了 就这个 我 我 一个菜 一个饭 来 四餐一汤 不 我们三个人哪 五个菜 好 路上我碰过归下 其实我们俩年龄差不多的 那看起来你年轻多了 我过得轻松 我的意思是 我心里比较轻松 好 其实 你可以把我当做朋友 有空的时候 打他电话聊聊天 慢慢地 我们就熟悉了 我看晓晓和陆成的态度 他们肯定不会变了 是啊 我们家陆成从小就轴 喜欢什么就一直喜欢 呃 当初那个订婚的事 你 都过去了 那一会儿点好了 一会儿他就送过来了 哦 放心吧 啊 闺女 咱俩聊聊 来 在这儿坐 啊 啊 阿姨 医生让你多休息一会儿 要不您一会儿养养神 躺了大半天了 不困 陆成高中毕业那年 老有个女孩子 来修理厂找她 是你吧 是我 真是 过去好多年了 嗯 看你和你妈妈的穿衣打扮 你们家条件挺好的吧 还可以嘛 爸爸妈妈感情还好吗 他们在我大学的时候 就离婚了 没复婚吗 没有 我妈认人挺柔的 从她决定离婚开始 后边都没有改变过主意 虽然是我爸的错 但是她搬走那天特平静 她就从头到尾叙述了 自己决定离婚的前后纠结 到最后心冷了 就离婚了 就算是对这一段感情的一个交代吧 后来她告诉我我觉得做得挺好的 那她一个人过不孤单吗 很多人一辈子不结婚 也不孤单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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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